音乐传来掌声 这一位英国的二战退缩老兵 接种武汉肺炎疫苗 兴奋之情异于言表 甚至表示根本没感觉到针头 另一名接受疫苗的90岁老人家 说这是他收过最好的生日礼物 但最棒的礼物也可能暗藏危机 散工病毒大作战 英国踏出第一步 而美国似乎依旧原地踏步 全美国一共有34个州 确诊率超过10% 距离目标降到5%以下 路还很长 滨州甚至超过36% 疫情迟迟不降温 医疗系统面临了瓶颈 当局甚至估计 未来三个月将会有一万家店倒闭 而辉瑞疫苗估计 最近就能通过经济使用申请 招生的疫苗也进入了第三阶段 临床试验阿斯特杰利康估计有效率 达70% 这一场病毒战役的终点 似乎不再遥远 三连新闻 来云获得 谢谢大家